当我们一讲到启示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提到三种的启示 或者三个calicary的启示 刚才提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 有人去读了吗 是什么启示 记得吗 系统神学讲得很清楚的 普遍性启示 或者叫自然启示 神的永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其实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 神的自然启示没有错 但是为什么人没有办法 透过自然启示 明明可知去认识神 上信神 关键不是在自然启示 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是谁 人 人本身全然败坏 完全死在过犯罪恶里面 那个灵生命完全是一个死的状态 没有这种熟灵的能力 跟智慧 会去体会明白自然的启示 觉得这些自然启示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们翻得很不好 翻Nature 翻得自然 记住啊 这个启示是翻错的 应该是天然 天使到它成为这样 而不是自然 自然就是一个唯物论的说法 不需要有源头了 反正就是物质 就是最 最 最原始的存在 物质决定一切 没有所谓灵界 自自然 就是这样的了 No 或者自自然 就产生那么完美的一个地球 甚至现在他们在开这个地球 这个环境的最高峰会议 在法国 这个地球本来是一个 很严密的 很准确的一个系统 大气层被破坏 氧气层被破坏 所以产生很多的 这个自然灾祸 现在有声音现象 其实是 表面上是解决了 加州的雨水的问题 其实long term是糟糕的 因为是整个太平的水温 怎么升高 所以才产生这个声音现象 整个地球 假如还不马上 人类改变 这个整个对地球的 这个系统的破坏的话 灾祸会越来越明显 但是按照启示录的预言 很可惜 这个气候的 detarilation 这个破坏 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人的自私 包括美国的自私跟贪婪 美国是最不管环保的 美国是排 贪量最高的国家 但是过去一直不去面对 这个问题 不是过去那个副总统 高尔在那边高盛直夫 美国根本过去不讲这个问题的 这些资本家不想碰这个问题的 因为要花多少钱 去搞环保 美国是非常自私的国家 不是行公一号联名的一个国家 我告诉你 两个最大排碳量的国家 美国跟中国 但是你不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中国 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你美国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 反而你美国不负责任 要逼我们中国去负很多的责任 大家感谢神 中国现在也愿意负责任 越来越扮演这个国际上的 这个环保的角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本来整个自然生态环境 是一个非常静谧的系统 接着所造之物 就知道解释一个well design 是一个excellent design 一点都不能差错的 整个大气层的厚度 是最好的 假如你多了一个 二氧发炭层 整个气候都乱掉 地球不能散热 然后温度不断地增高 就好像你夏天 多穿了一件毛衣 你能散热吗 完蛋了你 一定热得你这个 头脑有问题 现在地球就有问题了 太热了 多了一件二氧发炭的外衣 只是厚了一点点 完蛋 意思就是回到罗马书 第一章二十节 借着所造之物 就会晓得 有一位智慧的神 全爱的神 make the design from the design 我们从护照学的角度 这个自然辨证法 from the design 推论出什么 designer 这个房子设计的那么好 有窗 有楼梯 房间 不是偶然碰撞的 from the design you know there must be a designer 同样这个地球 不是偶然碰撞而来的 不是自自然然而有的 是一位全能 全爱 全智的神 He is a designer 他设计的 里面太多精彩的设计 准确的设计 一点都不能差错 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能差错吗 假如物差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好了 只要地球靠近 太阳千分之一的距离 绝对热死 我们现在只是走转 23度的偏斜而已 都有冬天跟夏天 那么差别的温度 假如是那个radius 距离差了千分之一 我们绝对活不了 绝对热死 远千分之一 绝对也能死 但是 每一个都是准确的设计 包括gravity 地心引力 大一点 少一点 我们也 不能活的 你飞出去了 做太空人 地心引力少一点的话 你说整天飞在空中了 翱翔在空中了 你说 真的死 但是神就是刚好设计 那个gravity 那个地心引力 刚刚好 又不会太强 太强你走路变 Elephant 想走走不动 刚刚好 so we can dance we can ice skating 多好 对不对 感谢主 我这两天的脚越来越好 师母不在 不然我要快点回来这里 坐一下 他会动 谢谢你们的代导 越来越好脚 昨天我就坚持 trimule 一定要跑三十分钟 师母在那边一直喊 我说不用担心 我痛 我当然跑不动的 都是不痛脚也跑 越跑越好 一定要靠自己来锻炼一下 所以from the design you see the design 所以神的自然启示 是准确的 就是人的reception有了问题 人被罪恶蒙蔽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从自然启示里面 认识到神 认识到就会正神 他可能只会认识一些偶像 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 把荣耀归给偶像 第二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什么 我们上课改天才讨论你的事 道成了肉身 所以这个是什么 Incanate the word 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启示 从来没有人看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 只占了什么 显明出来 这是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启示 他自己的生命生活 成为启示 第三个就是什么 Written Revelation 写的圣经的启示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读的圣经 所以三方面的启示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的 general understanding 那观福这个圣经呢 我们要了解 天主教的版本 跟我们基督教的版本 基本上不一样的 天主教的圣经多了什么呢 在新旧约中间他们多了一个叫 Apocryphal 叫做 他们叫的赤经 这次比较客气了 我们叫的赤经 不是正经 但是我们基督教基本上 常常讲这个Apocryphal 叫做伪经 假的 不是圣经的一部分 不是有神的漠视 是正典的一部分 我们基督教不承认 这个十五卷的 赤经 或者伪经 有圣灵的漠视跟权威 也不是我们信仰的权威 也不是正典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赤经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讲义 那么 基本上有这个 马加比 那大家知道马加比吧 那个是祖前大概200年 一个非常有名的犹太英雄叫马加比 他带领犹太人对抗这个罗马的统治 那么建立回他们犹太人的一个独立的王国 所以马加比是他们犹太人里面一个除了摩西之后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族英雄 所以有这个马加比一书跟二书 那基本上都是记载这个 为国尽忠 等等的这些事情 然后有多比传 那也有游地传 也有这个 遍希腊自训 英文也叫 有所罗门的自训 以希腊一书二书 大家记住啊 这个以色拉 基本上是冒用以色拉的名字的 就是说 写书的人 为了让人去看中这本书 就用一些以色列有名的人的名字 就做书的名字 不是真的以色拉写的 包括巴露书 也不是巴露 知道巴露是谁吧 耶利米的这个代书人 巴露 不是真的巴露本身写的 耶利米书也不是耶利米书写的 所以他叫 Abyssal Jeremiah 不是圣经的耶利米书 不同的 还有马拉西 祷告 三圣同歌 还有Suzanna 就是我们密书语都同样的 但是他少了个N的 你要打给Suzanna 有多个N的 然后 这个彼勒与大龙 Bell and the Dragon 还有这个以色帖 不篇 也不是真的是以色帖 写的 那基本的内容 我们大概简单了解一下 刚才提到这个马加比书 跟犹地书 都是讲到 威国精忠的事情 然后 耶利米书 跟巴露书 都是讲到 官府真神的敬拜 保守纯正的信仰 然后这个 遍希腊自训 你要写一下 遍希腊自训 包括这个 所罗门自训 都是官府到 道德方面的一些教导 远离二世 然后这个 三同歌 彼勒与大龙 包括这个 以色帖补篇 都是官府到 感谢神的保守的 这个内容的重点 那 这些的 刺经的内容 基本上 很多人研究它 发现它的内容 很多是矛盾的 甚至有些事情 是很神怪的描写 所以 基督教根本上 只是 把这些作为一些 灵性的作品 那些的 就好像内等 比如说 发魔肝权啊 那么其实有些内容 它说不定 也比不上发魔肝权 因为发魔肝权 基本上 还是引用很多圣经的 就是 只是一些 个人的 灵性的作品 个人的一些的体验 那最重要呢 我们要了解 英文圣经的渊源 我们今天 有这个和本 或者是这个 Kindjian's Bible 或者是NIV圣经 International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这些的 不同的版本 圣经的 源源 源头是怎么样 所以呢 从摩西写摩西五经的原稿 是主前多少年了 最早的原稿摩西五经 一千五百年 一千五百年 写的 大家要记住 我们圣经的原稿 Original Manuscript 已经遗失了 找不到原稿 但是幸好呢 早期 就是有很多的抄本 抄写这个 原稿的圣经 那现在能够找到有 最早的抄卷 叫Earic Coppies 那你看看你的讲义 有份英文的 就是这个 看到吗 英文的 有三个的Cortes Corte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抄本的意思 那这个抄本呢 是可以是纸张做的 蒲草纸做的 也可以是羊皮做的 也可以是牛皮做的 那么 其中一个重要的抄本呢 就是这个 希莱山抄本 看到吗 Syneticus 那现在呢 放在英国的图书馆 那我们先了解 这个这个 希莱山抄本 它是大概 祖后第五世纪 所以除了 这个原稿之外呢 最早找到的 这个圣经的抄本 就是这个 希莱山抄本 还有就是这个 梵蒂冈抄本 Bentigan 那另外一个抄本呢 我们等一下再讲 十海古卷 十海古卷的抄本 Decisro 是在 祖后 1946年 到1956年 就是十年 在这个 十海附近的 山洞 就是 Koram 这个可兰山洞 总共记住啊 有十一个山洞 找到 整个完整的 十海古卷 那 十海古卷的 最重要的价值呢 就是它 这个古卷里面 是找到是 希伯来文 跟这个原稿 Manuscript 非常商进的 抄本 是希伯来文 然后当然一部分 是亚兰文 但你书跟 以西结书里面 有部分是亚兰文 就是 这个十海古卷里面 找到的 那个抄本呢 是最接近 这个原稿的 是希伯来文 记住 这个 ERICOPIES呢 都是 希腊文 旧约的 希伯来文 他把它 翻成希腊文的 这三个 希腊文的 抄本 新旧约的 那很有意思啊 这个 希伯来文 看看希腊文的 抄本的样子 当时 一个德国的 圣经学者 在 这个 就是这位 他的 那是名字 叫Tichendorf 他就跑到 这个希腊山 一个修道院 就在 1844年 去到一个 希腊山的 修道院 而当天 非常狠 他就看到 一个工人 就 拿这个篮子 上面 放了 43张的 羊皮 卷的抄本 准备 要丢到 佛炉里面 烧火 取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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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hendorf 刚刚走过 真的是神的保守 刚刚走过 就问他 你 这个篮子里面 那是什么 因为他一看 觉得那个是羊皮 应该是 很重要的 这个抄本来的 一看 哇 希腊文 一研究 就发现 是第五世纪 最早期 最完整的 Whole Bible的 一个希腊文的抄本 哇 高兴的 不得了 把他 收过来 付钱 把他 还有去找 还有 零三的 把他找回来 就产生了 这个的 重要的 希腊山抄本 里面 蛮完整的 有 相当完整的 创世纪 只有 23节到 24节 阶段 Fragment 就是 断 断碎了一些 有断碎 然后 民书记 过来 前后书 这个 以色拉 尼西米 诗篇 以色帖 约尔书 所以 蛮完整的 一个 旧约的 希腊文的 抄本 但里面 也有了一些 什么 吃惊 一部分 所以 也有 当然 这个 希腊文的 就是 本来 信就就是 希腊文的 也有 这个 斯福音 保罗苏信 但唯一 他的排列 他 把希伯来文 放在 这个 帖撒罗尼西亚 后书的后面 然后 使徒行传 也有 一般书信 也有 起书的 也有 相当完整的 一个抄本 希腊文的 抄本 包括旧约 跟新约 那 第二个抄本 这个是 这个 希腊山抄本的 原稿 拍照 抄得好漂亮 这些希腊文 羊皮上的 在羊皮上的 所以才能够 保留得那么好 那 这是 陆教坤十一章 就是 主导文 Petra的 这个天父 这个第一个字 新约山抄本 那第二个 就是 黄帝干抄本 它是 更早一点点 是第四世纪的 一个 whole great bible 的一个抄本 然后 找到这个抄本呢 其中有四十页 不见了 但是 大部分的 创世纪 就是说 不见了部分的 这个创世纪 跟希伯来书 有部分 就是失落 这个教目书信 也有这个 起输入 部分的失落 但是还是一个 相当完整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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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抄本 那这个呢 就是约翰飞第七章 第四十节的 一个抄本 的内容 那这个 梵帝钢抄本 就现在放在 这个梵帝钢 这叫梵帝钢抄本 然后第三个抄本呢 就亚历三代抄本 也是whole great bible 也是第五世纪 发现的 那我们回到那个 英文圣经的渊源 那个图表 我来说明一下 那这个图表很重要 你就知道 整个圣经翻译的 来龙去脉 所以刚才讲到 这三个 every copies 希腊文的 然后 意思是古的版本 看了这个 左边这个吗 Masaretus text 是什么 就是在祖后 五百多年到 九百多年 一批的犹太人的学者 这批学者叫Masaretus 这Masaretus就是 这批学者的名字 翻出来就是 非常严谨的 Masaretus的意思 那这批人呢 他们把 就是说 希伯来文的 圣经的抄本呢 标了母音 因为他们怕 没有母音 慢慢传下去 就读歪了 要制作会变了 所以他们发了 差不多几百年的时间 从祖后第五世纪到九百多年 祖后九百多年 才完成这个Masaretus text 就是今天我们的希伯来文圣经 就是靠这个 靠这个抄本 加了母音的 那 同时在祖后 四百年 也有这个 Volge 五家大一本 记得谁 谁做的 也有名 就是把旧约圣经 跟新约圣经 变成拉丁文 因为 希腊文 已经越来越少人用了 希伯来文 也不是当时通俗的文学语言 政治语言 是拉丁文 所以为什么你研究神学 一定要读拉丁文 那我很记得 我考这个拉丁文考试 好痛苦 考了一年半才考过 就是考第一次 考不过 考第二次 第三次才考过 因为他给你一篇 拉丁文的论文 然后你就要把它 就是翻译出来 而且Accuracy有95% 不同啊 意大利文有不同拉丁文的 不同的 已经是一个 dead language 拉丁文应该 但是 有用 天主教的望弥撒 列列有词的内容 都是拉丁文 到现在 他们还要用这个 Vogue这个圣经 五加大义本 他们已经把它当成是 他们的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 像我们基督教的 英王清定本 那么有权威的 不能用别的圣经的 他们望弥撒 一定用拉丁文的 就是这个 这个版本 那么 英国第一本的英文圣经 就是Wikliffe 看到我们的讲义吗 W-Y-C-L-I-F-F-E 所以现在也成为 世界最有名的 一个圣经翻译师 叫Wikliffe Wikliffe Bible Translation 那么 Wikliffe 真的负上圣命的代价 就把第一本的英文圣经 参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Vogue 八加大的一本 还有一些原文 然后就把它翻成英文 同样 Tendale也是 就是他的翻译比Wikliffe更准确 更好 因为Tendale同时参考了Erasmus 伊拉姆斯 当时 在这个 16世纪 他编的希腊文圣经 那这个 Erasmus 编的这个希腊文圣经 贡献太大了 因为马丁路德能够改教 就是因为读了他的希腊文圣经 才能够明白罗马书的意义 所以Tendale也要参考 这个Erasmus的这本 希腊文的圣经 要写了 编了这个 Tendale的圣经 那么 他为这本圣经呢 他是被天主教追杀 然后寻道的 那他寻道的时候 被烧的时候呢 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但愿我的 寻道焚烧呢 一个亮光 能够光照英王的眼睛 能够看到圣经的重要 结果真的神听了他的祷告 过了不久呢 就特别 到了1611年 这个英王King James 就是发布命令 让人就是 重返这个 更准确的英文圣经 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 King James Version 我问一下 那个七十四一本 有没有 那个学习 里面 七十四一本 在这个Asian copies里面 那我看另外一个file 会更看那个 七十四一本的 那个关系 你看这个file很重要 动不了 那你看 从 祖前 1450年 Old Testament 那么 这个旧约有一部分是 亚兰文 Aramic 就是但一里书记 跟 以色 以色拉 然后 这个 Septugence 看出来了吗 大概是在 祖后 这个 两 这个 这个 祖前两百年到 这个 祖前两百年到三百年 就有这个希腊文的 七十四一本 有七十个了解原文跟希腊文的人 就是为了 当时是以希腊文做主要媒体的 就把旧约翻成这个希腊文 就Septugence 七十四一本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 Septugence 当然这个Septugence 影响了 俄里根 因为俄里根 出了一个六行本 Hespa 就是把不同的 希腊文 旧约的版本 跟 拉丁文 等等的版本 都并列在一起 你看看这个图 这个到了 祖后 这个 刚才讲错了 这个 俄里根的 没有拉丁文 拉丁文要到 也有米 这个 祖后三百多年 快到第四世纪末 才有这个 拉丁文的圣经 看到这个 Mosoretic Text 它是祖后 五百多年 这个 五百多年到六百年 马索拉比 马索拉比 圣经 就是今天我们用的 希腊来文的圣经 然后Viclib 看到吗 The First English Bible 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到右边 这个Tespreceptus 这个 Tespreceptus 这个就是 Erasmus 的作品 这本希腊文圣经 很重要 带动 改教运动的 没有这本希腊文圣经 马丁路德 不知道原文 罗马书的意义 所以马丁路德的改教 还有 Wickliff Tindle 都是要参考 这本 希腊文圣经的 然后 有这个 Covetal Bible 然后很有意思的 这个Great Bible 其实是第一本 皇帝 准许的圣经 所以第一本皇帝准许的圣经 不是King James Bible 是这个Great Bible 为什么叫做Great Bible 它这个圣经 大得不得了 用特别的羊皮和什么材料 所以印出来一大本 这本大圣经是用个铁链锁在讲台的 因为怕被人摸走 所以很大是因为锁在讲台上面的 然后牧师讲到就 翻这本Great Bible的 很有意思 假如你找到一本这个Great Bible 你就发财了 古董的古董 然后有这个 Geneva Bible 就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改教 那很有意思的 这本Geneva Bible 你去看看它的原版 在网站可以看到 它下面有footnote的 是第一本所谓的study Bible 就是圣经原文 圣经的文字在上面 下面有解释 就是study Bible 研读本 就是第一本 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研读本 其实就是Geneva Bible 然后Pishop Bible 也是给每一个圣公会的主教用的 这本其实叫做第二本 英王批准的圣经 第三本英王批准的才是 我们现在所通用的King James Bible 看到吗 1611年 The Third Authorized 这个英王批准的 跟着呢 就有很多的 他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要 在这个二十世纪 十九世纪末 有两个重要的版本 一个叫做Revised Version 看到吗 Revised Version 是在英国 一群 就是有六十五个学者 在英国 把这个King James Bible 给它调整一下 Revised一下 然后 同样在美国 也有一批学者呢 也有一批学者呢 把这个King James Bible呢 调整了一下 Revised一下 所以叫做American Standard 这两本都不错 但是呢 到了这个 二十世纪初 这个Revised Standard 这本圣经呢 就比较正义了 因为它里面的翻译委员呢 是 Ecumenical Nature 就是 包括了天主教 甚至 各方面的学者 甚至有些新派背景的学者 都在这个翻译委员里面 所以他们的神学立场呢 是比较Open 比较开放 所以他们翻出来的东西呢 也比较正义 比如说 一个正义 比如说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圣诞节快到了 对不对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 你们刚刚读完了 对不对 必有一个什么 童女怀于圣旨 在King James Version even NIV的圣经 都是翻的Virtual 童女 用Virtual这个字 都是用这个字 但是唯独这个Revised Standard 这个圣经呢 翻的什么 必有一个Young Woman 她不翻童女 翻Young Woman 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福音派 很正义的 类似 还有其他的翻译 都产生很多的正义 所以一般福音派的教会呢 不用 不太看 这个Revised Standard 这个圣经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那Berkle Bible呢 就是不同的大学神学院的一些教授 他们重犯了一本新旧约圣经 那么 梵迪约 梵迪纲 也在1965年把这个拉丁文的Vogate 五家大译本呢 也把它重新 把它调整了一下 Revised了一下 那其他的 比如说Living Bible Good News Bible 就是比较 不是那么 一字一字的 字译的翻译 是比较翻里面的含义 等下我会解释不同的译本 他们的翻译原则是什么 等下我们马上看一下 那现在比较 我们福音派教会接受呢 是这本 New International NIV 这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叫做NIV 所以 这个NIV的圣经呢 它也出了Study Bible 那么 这本NIV圣经的Study Bible呢 也翻成中文了 就是这个 更新 在New International 一个机构 他们把它翻出来的 所以现在 很多在中国教会的 传导人 都用这个NIV圣经的 中文的Study Bible 所以上面是合本 下面就是 这个NIV圣经的Study Bible 翻译出来的解说 解答特好 因为基本上 NIV的圣经 他们 结群的翻译的学者 是以福音派的立场 来翻这个圣经 所以比较准确 然后后来 一批的学者 在下面里面做解释 也是解释得很准确 所以鼓励我们 每个人应该 有一本中文的 这个NIV Study Bible 中文的 你们都有吧 不是祈祷本 也不是信义本 我等一下拿上来 给你们看一下 有人奉献 就是一批批地 送到中国去的 在中国也有人 盗版去翻译的 所以更新 在某个角度 他也很气 因为就是 没有他们同意 就盗版 但是神的话 就给他印 Copy is right OK 没有copy right 神的话 怎么copy right 所以我等一下给你们看 这本书 我也常常有机会 去参考 很有用 它的那个Footnote 解释得特好 那另外也有 New King's Bible 就是把原来的 英文清廷本 那些刀啊 C啊 还有一些 翻译上不准确的地方 也调整了 New King's New King's 所以基本上 要我们简单了解 这个圣经的 那个 不同的翻译的 整个的发展 特别我们也了解 为什么天主教的圣经 跟我们不一样 它就是多了这个赤经 Apocrof 中间多了十五卷的东西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 说明一下这个翻译的原则 好 哈 它是这样 它是用了New International Study Bible 下面的那个解说 把这个解说翻译了 成成中文 放在河尔本下面 最好有意思的 那基本上 它读的圣经 还是河尔本 但是它下面的解说 是用NIV Study Bible 里面的 那个解说的内容 但它的解说特别好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这个正点是怎么定的 我简单等一下说明一下 西路神学 其实有讲过 可能有同学忘了 那河尔本呢 基本上 还是 因为当时 大部分这些翻译的人 都是英国的 也有一部分美国的 基本上 在那个时代 还是遵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假如你把河尔本 跟King James Version对照 英王清定本的对照 很接近的 主要还是从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翻过来 当然他们也参考一些的原文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有 这些的Cortes 就是凡帝干古本 抄本 亚历山达抄本 已经出来了 因为那个是在1844年 十九世纪 就找到这三个 这个抄本 但是呢 那个 十海古卷是要到 1946年到56年 十年里面 发现了 十一个山洞 找到整个十海古卷 十海古卷 我没机会找那个picture 但是 那个内容 更完整 十海古卷不但 有完整的抄本 他 西伯来文的 那个 圣经内容啊 更完整 我把它抄了一个资料 我看看 你们能找到 我改天再 给你们 就是基本上 这个十海古卷里面 找到非常完整的 西伯来文 原稿圣经的内容 特别是 最完整是 以赛亚书 非常完整 所以很多人 他们说 以赛亚书里面 很多关于 耶稣基督的预言 可能是 耶稣诞生之后 才产生以赛亚书 很多新派学者 是这样写的 但是当 这个十海古卷 一发现之后 他们发现 这个十海古卷 在主前 他们两百年就写了 怎么可能是 耶稣诞生之后 才写以赛亚书呢 所以 这些都是 很有利的一些证明 圣经 是真实的 出版 你讲英文还讲什么 英文 就是刚才最早期在主 其实 刚才不是提到 三个 Cortes吗 希莱山 亚利桑大 跟梵蒂冈 他们找到 这三个古超本 是现在能够找得到 最完整圣经的 全本圣经的 最早都是 找到这三本 但之前更有了 只是说 失传了 现在能够找到的 就是 这三卷 是最早的 就是第四季 第五世季 这三个超本 希莱山超本 亚利桑大超本 跟梵蒂冈超本 就是 能找到的 那另外呢 就是 这个 十海古卷里面的 这个 希伯来文的超本 就是 但是 但是他们 基本上是 主前才两百多年 但是是 真正 希伯来文 跟原稿 一模一样的 最完整的超本 旧约 只有旧约 那但英文圣经 最早的 就是 所以为什么 全世界纪念他 威克里斯福 圣经翻译是 他是第一本 英文的 圣经 那新约 基本上是 威克里斯福 自己翻的 但是旧约部分呢 是他的同工 在他死后 把他翻出来 但是 灌在 威克里斯福的名字下面 很有意思 我们真的希望 有些同学 能够好好研究 这个圣经的 这些超本 源头 等等 盼望将来 神恩待我们呢 我们中国教会 现在是 全世界人数最多的 我们应该有自己 出的人才 找到 看到那么多新的 这些资料 我们自己 要重新翻 所以说 重新翻圣经 一本现在这个 新一本 说新汉一本 有些翻译还是不准确 我看的时候 有些还是翻错 我们要学美国他们教会 不断地把这个圣经 越翻越准确 所以我们中国教会 希望能够 留一批人才 将来 我们自己中国教会 可以自己 翻一个圣经 所以我们上次不是 引用菲律比书吗 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功夫 你看这个很明显 就是阿明念的神学背景 是 来翻的 是要 努力自己 做成得救的功夫 very misleading 其实原文是work out 是活出 你得救的 那个丰富 跟做成是两件事情 好像我们要努力 自己去做成 这个得救的功夫 只是 信主是这个入门 你还要努力 站进去做成 这个就是神学背景 不同 做成何本犯错的地方 包括我上次提到 创世纪第十七章 你要努力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这个也是会让人误会 因为你努力完全 神才与你立约拯救你 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 原文是我要 期盼与其 所以新日本这里就反对了 我要 我要与你立约 神主动的意愿 期盼 希伯来文是用期盼与其 所以中文就翻读 新日本翻读我要 那NIV圣经就翻读 I will 我要 I will make covenant of you 好 我们很快 回到我们的讲义 看一下那个 这个圣经翻译的 不同的原则 我基本上只是 说明三种的翻译方法 然后这样你读不同的版本 你就知道它是用什么方式 方法来翻译原则 第一种叫做formal equivalence 就是形式相等 它的意思就是 照原文的字 except translation 也叫做literal translation 原文这个字 在当时 这个是 是什么意思 它就翻成英文 就是什么意思 不做任何含义上的 说明 或者更改 举个例子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呢 就是完全用这个原则 就是一字对一字 因为在原文里面 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我们和本翻是什么 亚当就与什么 夏娃什么 同房 那这个翻译呢 不是按照直接翻译的 不是照着literal translation 是把它含义翻出来 但是King James Version 包括NIV的Version 他们都照着原文 原文是亚大 亚大这个字 就是知道的意思 所以他们不管你懂不懂 就翻译 Adam knew Yves 你读得一头雾水 亚当怎么 他们住了很久 怎么都 以前都不知道他老婆吗 现在才知道吗 其实是真的 今天有些人结婚三十年 很不知道他老婆是怎么样 今天穿着什么衣服 搞不清楚 其实原文的意思 含义是同房的意思 但是King James Version 跟NIV Version 就是用这个literal translation 它原文是亚大 知道 我都翻知道 不会把它含义翻出来 所以这个中文叫做直义 不是把意思翻出来 意义 我们和尔本这里呢 是用了意义的方法 把那含义翻出来 所以叫做同房 那么其实呢 这个 另外一个版本 叫Living Bible 它就把这个含义翻出来 就是 Adam lay with Eve 与他同情 同情 它就把这个含义 用那个意义的方式 Living Bible 就用 这个意义的方法 所以用图来表达呢 就是 你原文 是一个圆圈 它翻出来 一模一样 是圆圈 不会改变它任何的形态 叫formal equivalence 那譬如说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那么 原文是 太初有道 那么 希腊文是 这个道是什么 Logos Kinjin's Version NIV圣经 你去查一下 它就发现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这个是什么 直译法 老美 英文世界的人 看不懂这句话的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你看得懂吗 没有一个老美 看得懂的 因为这个是直译法 但是其实Logos 在希腊文的哲学里面 这个道是指到 这个Logos是指到 那个创造的道 最高的理行 那个最高的form 透过这个 最高的理行的道 产生万物 所以我们和本 这些老先生 这里就翻得很聪明了 他们用意义 所以我们中文翻得什么 海处有道 不是用直译 假如直译应该翻什么 海处有话语 听不懂的 我们中国人 所以美国的 翻译圣经 它是大部分 都翻了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没有一个老美 听得懂 但是呢 the living Bible呢 它翻了 就把这个意思翻出来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什么 它翻了什么 Christ 台出有 基督 它直接把含义翻出来 因为道成了入身 入身就是基督嘛 那你翻 word 年轻人哪里看得懂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什么意思啊 没有人懂 因为 因为不是用希腊文 logos 当时的希腊文读 约翰福音 他们懂 logos 他们懂 透过巴拉图的哲学 讲到logos 就是万物的源头 是从logos来的 就等于我们中文道的观念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欣赏和本 这里翻得好 用我们的中文道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分辨 不同的译本 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所以第二种的翻译方法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比较把意思翻出来 叫dynamic equivalence 动态相等 也叫做意义 就是了解这个用字 当时的文化含义 所以当时希伯来人 用yadah这个字 就是指到亲密的认识 一种同房的认识 所以我们和尔本 就把这个含义翻出来 就翻到这个同房 那么 例如说 我们翻到马太福音 第三章十一节 那么 一般的圣经 NIV也好 和本也好 都是直接翻译 没有把含义翻出来 看看这段圣经 想到四十约翰说 我连提鞋 都不配 耶稣太伟大了 他就是 再来的这位神的高养 就是 就是 这位所应许的弥赛亚 所以施石约翰说什么 提鞋都不配 unworthy to carry his sandals 那么NIV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圣经 都照原文 就是这样翻出来 提鞋都不配 谁懂这句话 什么叫提鞋都不配 其实 这个在当时希腊文的世界 是指到提鞋都不配 因为谁提鞋的 奴隶 意思是说 我跟基督来比的话 虽然我是基督的先锋 但是 比起他的荣耀 我连做他的奴隶 都不配 所以当保罗说 I am the slave 我是基督的仆人 其实已经是高抬时期了 因为施石约翰 我连做奴隶都不配 太荣耀了 这位基督 所以 你去看这个 Living Translation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他就把含义翻出来 他说 翻出来 Not worthy Even to be his slave 他就把含义翻出来 他 把这个含义 不是说连提鞋都不配 他就直接把这个含义翻出来 连做他的奴隶都不配 就Living Translation 就把这个含义 就是用这个 意义的方法 所以现在我们 透过网站电脑 会常常看到不同的版本 那第三个翻译方法 叫做Popular Translation 通俗的翻译 就是 也就是说 完全就是 通俗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个意义到一个地步呢 甚至呢 就是 就是跟原文差很多的 就是把含义翻出来 所以刚才 讲到 比如说 太书有基督 甚至 有人翻 太书有爱 新派的人翻的 太书有爱 就更原文更差 十万八千里了 那么你看看 我们的讲义 我把它排了 最上面是 Keynes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ew Keynes Version 那上面的这几个 包括这个NIV呢 都是比较是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的 那么 比较意义的 就是 最下面 这个 Today's English Version 刚才提到那个Living Bible 都是通俗的翻译 就是说跟原文 就是 就差很远的 只是把相关的一些含义 把它放进去 来做翻译 所以我们就简单地了解一下 这些不同版本翻译的原则 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Bible 我刚才忘了提的 就叫Amplified Bible 你们听说吗 Amplified Bible 扩大的圣经 这本圣经你们有机会可以参考 基本上就是它 下面也是有愤怒 把一些拦截的经文呢 也是在下面有些说明 也是在NIV Study Bible之前 是在英语世界被横断用的一本圣经 Amplified Bible 那现在我们中文的Study Bible 研读本呢 基本上就是 有这个NIV的Study Bible 中文的 也有这个玉利贡的祈祷本 那还有在香港的 这个 姓于的 我忘了 它叫鱼雅鲁好像 它另外有一个Study Bible 基本上 我们中文教会呢 就是用这三本的Study Bible 祈祷本 还有就是 香港出的 好像是海天书楼出的 另外一本 另外一个就是NIV Study Bible 但是也有 我最近在中国也发现 一些别的Study Bible 但是不太有名的 下面有很多的解释呢 我看了 有些都解释不通的 但是比较好的 就是写三个Study Bible 研读本 你用其他门就是 异利贡辩 但你再参考一下 NIV的Study Bible 你有没有 你去找找看 有些地方再解释得更准确 因为基本上是 是中美一批神学家 他们在下面的注解 他们不但犯了圣经 但怕有人解错 所以在下面做了一些的解释 跟说明 很重要 也叫做 研读本的 应该是 我没记错是海天树楼 与亚鲁 变的 你一打一个 去Google 查一下中文 圣经研读本 就应该出来了 好 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刚才这个毛泽东提到 这个正典 是怎么成型的呢 是人开会 来判定的呢 还是怎么样 有这个新约36 新约27 这66件圣经是怎么定的 为什么吃惊 不能算是正典呢 作为我们信仰的权威呢 是怎么定这个正典 那么 基本上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观点 譬如说 西约圣经 这27卷是怎么定的 不是 就是牧师 牧者 或是教父 他们开会 用讨论 来定的 因为假讨论的话 人的讨论 人的定案 会定错 那你今天开会 这样定 下个开会 可以推翻 对不对 那永远没有一个 确定的正典的 这个范围 所以 基本上 当时 在 Jernia 这个地方 在祖后 差不多 397年 祖后397年 有一群的 教父 主教 他们在 Jernia 这个地方 聚集 他们聚集 他们聚集 不是来讨论 哪卷书是正典 来是 他们 recognize 认知到 这 27句 绝对是 神所默示的 那他们怎么去 认知到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假如 你去了一个 珠宝店 放在桌上 一批的 钻石 然后 不小心 一个人 把 几个 假钻 玻璃 丢到当中 跟着 钻钻 混在一起 其实 比较有经验的人 一看就知道 哪一颗是钻钻 哪一颗是玻璃 因为玻璃本身 没有那种的光泽 跟透亮 很容易就把它 跳出来了 真钻是什么 假钻是什么 所以是 钻石本身 见证它 是钻石 也叫做 self-authentification 智证 不是人来证 是本身 它的那个光彩 说发出的光网 证明它是钻石 哎呀 广东话出来了 不够用 这个是叫做 self-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这不是人去 定它是钻石 是它本身的光 这个光网 自己的光彩 发出来的那个闪耀 彩色 太阳一射下去 它反射得很漂亮 叫智证 它是钻石 所以当时 在祖后的两三百年 每一个教会呢 都有他们读的经卷 有些比二十七卷 都是多的 大部分都是除了二十七卷 还有另外的一些 但是呢 有些呢 是只读解二十七卷 所以他们 就看到众教会 虽然有些多 有些少 但是每个教会 一定有这个二十七卷 有些教会 就是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但是呢 发现每个教会 那个共同 都拥有的 普遍的 共同拥有的 都是这二十七卷 所以他们就 把这个公认的二十七卷 其实圣灵在每个教会里面 已经动工了 所以杰批的教父 跟牧者 只是把它认出来 因为每个教会 读解二十七卷 就觉得特别宝贵 圣灵就会动工 圣灵就印证 是神的话 所以每个教会 都一定有这二十七卷 有些会多个几卷 或者吃惊等等 但是每个教会 一定共同都有这二十七卷 所以他就把这个 共同所共认的 二十七卷 就算不出来 信约就是这二十七卷 就是圣灵所默示的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正点 所以同样旧约也是 就是犹批拉比 他们在祖后 这个九十年 也是这样 做了这样一个开会 因为犹太人的这个 经卷当中 也有好多别的东西的 包括词经啊 伪经啊等等 还有他们的一些 圣经的注解等等 他们都不承认是 这个圣经的正点 旧约的正点 只有这个九月三十九卷 都是用同样的这个理念 不是人去讨论 而是圣经本身的那个 纯正那种的 让人受感得造就 被人公认的 就把它肯定出来 他们那时候不接受资经 所以基本上还是 接受Mosoretic Text 那个权威性 有你上网一查都有了 你一查天主教的圣经 就查到了 一定有 那另外一个 你只剩下一两分钟 其实时间到了 再讲一个简单的观念 那我不讲太多 因为上来系统神学 一定会讲得更顺入 我们刚才讲了启示 什么叫默示 上来系统神学的同学 给我一个简单的定义 让其他同学知道就好了 什么叫默示 什么叫inspiration reve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inspiration 什么叫默示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什么叫默示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观念 我们不是有几个读过系统神学的吗 什么叫默示 圣经的默示 是指到圣灵吹气 圣灵掌管 所以当这个先知 或者摩西 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 他整个人被圣灵吹气掌管 因为摩西原文就是 God-breathed 神吹气 圣灵吹气 所以 怎么能够保证 他所写出来是神的心意 是神的启示 一个字都不会错 因为 当他在写的时候 他整个人心事意念 整个都被圣灵掌管 叫做圣灵默示 就保证 他所写出来的是神的启示 所以 你们有时间回去查考 这个《使徒行传》 27章15节 描写 这个保罗坐了船 被风抓住 被风抓住 这个字的原文呢 跟默示这个字的原文呢 字根是一样的 所以什么叫圣灵默示 就好像 一个大船 被风抓住 他的帆 他整个的方向 完全被风决定 不止人 往左往右 同样一个先知 他要写下神的话 他整个人被圣灵抓住 掌管 而且圣灵不单只掌管 他写圣经的那个moment 甚至圣灵找着掌管 他的一生 他的经历 所以让他很活泼地 用圣灵提醒他的 一次过去的经验 写出神的话来 包括大卫 写四篇二十三篇 神就用他不同的经验 就写出 也话是我的目字 所以这个叫做 Organic Inspiration 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掌管 你的人生经历 你的人生经历 你的用志 各方面文学 都是在圣灵带领的一生成长过程 都是在圣灵的掌管里面 写出了神的话 包括摩西 一生的经历 都在圣灵掌管里面 所以这个人不是一个机械式的摩世 人不是在那个moment被圣灵掌管 就好像一个打字机 完全失控 就是神就用了他在那边打字打字 你只是个打字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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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是让你很自由的 在圣灵的引导掌管 包括你的一生的经历 都成为神启示内容的一部分 写在圣灵 所以就叫Organic 我们福音派的立场 记住 我们相信这个末世是 足智末世 Full planetary Inspiration 这是我们福音派跟新派 斗得最厉害的一句话 新派不承认 整本圣经 无误每一个字 足智的末世 他说圣经有错 但是我们福音派坚持 每一个字 足智的末世 每一个字都在圣灵掌管里面 所以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可信的 没有错误的 否则有一个字错 整本圣经都可能错 这个是我们的底线 对 这个是我们的底线 绝对不能退让 也就是我们跟新派过去 这一百年打了最厉害的一个仗 就是圣经五 Inherency of the Scripture